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跟大家讲一篇文章 取自一本书叫做《影响一生的60个关键词》 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责任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它说责任的回报承担是成正比例的 如果你尽责 你的回报率就更加好 当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来说 一对夫妻他们要尽的责任就是 维持好的婚姻生活的夫妻关系 但是对父母要尽了孝养的心 对子女要尽了教育的情 那你才尽了你个人责任 在社会方面我们要尽一个公民的责任 对社会有贡献 工作上尽心尽力做好你的本分 那我们已经做得很好 其实责任来说 是可以激发人的潜能 是能够缓醒人的良知 如果我们有了责任 我们就有尊严和使命了 跟大家讲个例子 在一个长途火车那里 有一位产妇临盘 车长就立即通知广播 哪位是妇科的医生 可不可以帮帮忙呢 当时有一位女士站起来说 我是啊 车长就带她去房间 是用布围住那里 等那个产妇准备去生寶寶 谁知道这个产妇就是难产 所以这位女士 她自称是苦科医生的 就跟车长说 我其实只是护士 而且我是因为一次事故 已经被开除了 现在她的情况很危险 你不如立即送去医院吧 但是车长就说 距离最近的医院 还要过几小时车程 我们不能等 而在列车上 你就是专家 你就是医生 我们绝对相信你可以做得到 车长的说话 感染了那位护士 但是她还是问 如果当时危险 要补大人 要补婴儿呢 车长说 我们相信你 那护士立即明白 她很坚定地进入房间 而车长是安慰那位产妇 你现在有一位专家帮你接生 你不需要害怕的 你安静地配合我们吧 竟然出乎意料 因为这位护士 她是一个人完全完成了 有史以来 未做过的成功手术 当孩子哭的时候 大家知道母子平安了 因为她有她的责任 因为别人对她的信任 她终于战胜了她自我 完成了使命 她找回她自己的信心 和她的尊严了 其实在这个社会里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承担一些属于我们的责任 因为有了这些责任 我们才能够在人生的漫长的旅途中 错而不败 坚强又挖强地经过每一个难关 亦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责任 才在每一次这么精彩的收获之后 我们可以坦然而谦功 而不断追求一个更加积极的目标 其实负责任就是积极地负担起属于你自己的事情 而不被动地完成 我们不需要将整个世界的重担 放在自己的身上 而我们只要耕耘我们自己一块小小的土地 属于我们的土地 我们要担任一小部分的职责 我们就可以影响一个小小的圈子 那整个世界都会更加完美的了 我自己在2005年的时候做了肝脏移植 因为肝癌的问题 当时是辛苦到难以形容 如果能够就此离去是一种大解脱 但是因为我责任未了 我女儿在家正在做化疗 我先生因为心脏感染了细菌 进了医院刚刚出院 还要每天在护士上门打点滴来接受治疗 所以如果我当时这么辛苦放弃这个求生的意念 他们就会很失落 因为她的精神支柱没有了 而因为我的责任未了 所以我一定要勇闯这个难关 而我能够成功的就是因为 这个责任是给我一个毅力和勇气去面对一切的 所以各位朋友 人生不如已是十常八九 大家只要进责 你的情况一定会有改善的 多谢大家的收听